今天三位來賓齊聚一堂 來到我們節目現場 就是要討論學生 每天到學校最在意的事情 那就是營養午餐 那是我早上撐下去的動力 像是你早上上半天的科改就很累 怎麼營養午餐沒有什麼可以期待的 然後就滿失望的 有時候吃到難吃的 我會想衝進去廚房裡面 把廚師換掉 然後自己下去煮 想先請我們的第一位來賓 芝糖來跟我們分享一下 他從上海到台北 總共讀過了六間學校 有國際學校 也有一般體制內的學校 那這些學校的營養午餐 到底各有什麼不同 菜色是如何呢 芝糖 這個照片中 就是我們國際學校在食堂裡 可以看到上面有很多國旗 我們可以自己去選擇要吃什麼 並且自由選座位 現在我轉到了是復興的學校 那我們就是吃統餐 一二次的菜做比較沒有那麼好吃 相對三跟五呢 其實會比較用心 會煮一些大家比較喜歡的吃的 這就是我們一天禮拜五吃的食物 我們同學就很喜歡吃炒飯 那大家就會把它整個全部吃完 老師就只好是要廚房 再重新送一份過來 我們學校還有另外一個是食堂 一個月之後我們班上有兩次 可以下餐廳的機會 而且食物會比較好吃 因為它的菜色是有些手工菜 我想請芝糖幫我們打個分數 滿分五分你會給你的營養午餐 美味程度幾分呢 大概會給美味只有三分而已 因為很多菜色會常常重複 或者太早做完 所以達到就比較溫不會熱熱的 營養指數會給四分 因為學校有很多營養師 在安排我們可以吃到的食物 不過扣一分的原因 是因為同學不喜歡吃那些菜色 那不喜歡吃你就沒有吃進去 但就沒有做到營養的部分了 費用的話會很低 只有兩分而已 因為我們的學校一餐食物是100元 比起公共學校那種三四十元的一餐 比起來貴很多 而且菜色也沒有比他們好到哪裡去 所以我就不太滿意 這樣子午餐就是大家不會喜歡吃 為什麼要這樣子做 好那我們來看一下 芝糖訪問學校營養師跟食堂的影片 因為如果是美食街的話 它不像統餐要供應三千多份 那美食街它供應的份量比較少 那可能只有一兩百份 那我們就可以做一些手工餐 然後像一些麵類 像牛肉麵啊 或者是一些水餃類 這些可能在統餐比較難以出現 因為這些變化比較多 然後平常比較看不到這一類的料理 所以就會滿意度比較高 我覺得同學可能對營養午餐有一點誤解 就是覺得對營養午餐的要求 就是只要吃飽就好了 但是其實不是這樣 因為營養午餐現在是一個教育的目的 它是食物的一塊 不是只有告訴你怎麼樣吃 我們現在還煮給你吃 為你示範怎樣的飲食 是健康的飲食 不論是菜色的搭配啊 或者是烹調方式等等 很多人認為呢 營養午餐通常是家長 或者是老師來幫我們做決定 不過其實在台北的師大附中 可以推薦學校去推出他們想吃的菜色 接下來我們請一下師大附中的威凡 來幫我們解釋一下學校是怎麼運作的 我們學校有兩間學生餐廳 每個人中午可以去選擇 他們想要吃學生餐廳的東西 我是一個滿容易餓的人 所以湯的東西飽足感會比較強 然後像我們學校就是會有這種牛肉湯麵 其實它的味道我覺得跟外面的其實差不多 我覺得學校能做到這種程度是很厲害的 然後如果想要吃一些比較清爽的 還有像是這種番茄鍋 又或者是泡菜鍋 不過我們學校最特別的還是一個叫做 培根薯餅蔥抓餅的東西 簡稱培薯抓 它基本上就是一個類似熱量炸彈 所以平常不能吃太多 而我們現在插播一則最新消息 要邀請師大附中的前學生會會長 為我們講解 為什麼他們學校可以賣這個 培薯抓 因為依據學生餐廳 還有人生社的一個衛生管理方法 買了材料再來現做一些品項 它的規定比較寬鬆 就是合適的品項來源 然後衛生條件好 跟沒有比如說天下甜味劑 或是有美國牛這樣的成分 所以它的相對的 可以做的範圍就比較大 每兩月會定期召開一個 叫做菜單會議的會議 確認說可以賣哪些品項 或是哪些可以改進 然後讓這個學餐更符合大家的需要 因為我們的餐點裡面有一個 豬皮的這個品項 上面很多豬毛沒有清理乾淨 然後我們就持續跟廠的反應 最後他們更改了那個來源的供應商 改善那個豬皮的品質 他們常常靈機一動 想到很多有趣的新品項 有一次就發現 欸怎麼突然有台爆米花機 然後在炸爆米花 後來還知道說他們想要試賣這個品項 那如果這個狀況可以提早被告知 然後大家也可以比較早去接收跟反應 哇 這個副中學生真的非常幸福 可以吃到蔥抓餅還有爆米花 真的是顛覆我們對營養午餐的想像 我超級無敵羨慕 雖然我們也有下食堂的機會 但那個機會非常少 你除了平常會吃這些蔥抓餅 還會吃一些比較哪一些 比較特色的料理或者什麼 像我們還有點心時間 像是我們有賣剉冰 我們有賣豆花 然後又或者是 我們還有賣滷味麵 美味指數 滿分五分你會給幾分 其實我可以給一個滿高分的四分 我會覺得以學校這種標準 可以買到這個味道的食物 我覺得已經是非常好吃了 那你覺得你們學校的營養指數 你會給幾分 其實我也可以給到四分 上面其實肉跟菜都是滿多的 基本上正餐都還是很營養均衡的 價錢的話我可以給到最高分的五分 台北市市中心 我會覺得說其實已經是非常划算了 目前學校的營養午餐 主要有三種的公餐方式 第一種是公辦公營 也就是學校有廚房 那學校會來煮菜給同學吃 第二種則是跟委外的廠商訂購團膳或是統餐 那第三種則是公辦民營 也就是學校自己有廚房 他們聘請了一位營養師 以及廚工來學校煮菜給大家吃 那就像是復興實驗高中這樣子 那不過還有一種前所未見的方式 也就是同學竟然可以自己煮午餐 或是煮給其他同學吃 我們請開屏餐飲的柏林 來跟我們解釋一下 我們學校比較特別的方式是我們學生自己去經營教學餐廳 我們分別有中西這兩個餐廳 另外我自己本身是助教 所以我會利用吃西克多餘的食材來去做自己想吃的食物 我選擇了雞腿肉去做三杯雞 就是台灣經典的口味 來去搭配煎蛋跟蔬菜來去做到營養均衡 你們這種食物是要提前跟學校講好嗎 那我們上課前會叫貨 我們一定會多備 因為怕有些同學會做錯 那我們多備的食材 我們會運用到我們自己的午餐上面 接下來我們跟著製作團隊的腳步 一起來看一下開屏餐飲的廚房長什麼樣子 我們會有外帶的就是賣給開屏學生他們外帶用的餐 然後還有內用的菜單 學生來買的話就會先選說他們要什麼餐 那他會分披薩然後麵食跟煮菜 選一種之後就可以搭配一個飲料 選好就會發卡給他們 11點40他們下課我們會再過來發他們的午餐 菜單設計的話我們通常 學生會先自己發想 然後也可以參考之前學長界設計的菜單 去試做自己想要的味道 也會跟我們師傅去做討論 討論說這道菜的搭配跟它的口感 應該是要怎麼樣的呈現 之前有被打槍過蘋果起司燉飯 一剛開始是沒有加肉桂粉的 討論過後有加肉桂粉 可以讓蘋果的味道更突顯出來 看完了影片來問一下柏林 你覺得美味指數滿分五分你給他幾分 我會給五分 就是自己煮的食物 然後我會自己去選擇說我自己喜歡吃的口味 營養的話我給三分 因為我覺得我們現在還很年輕 所以還不需要注重太多營養的部分 價錢的話我會給四分 像我這煮一餐的話 大概抓八十到一百塊 這個物價來說就是算滿便宜的 因為現在正常一個便當都要快一百五以上 對 那我們剛剛談到學生的營養午餐 其實大部分人對營養午餐的印象 就是不好吃或是吃不飽 其實根據兒福聯盟基金會的調查 在二零二三年的數據裡面 有八成的學生吃不飽 七成認為營養午餐裡面有不喜歡的菜色 你們有吃過不好吃的營養午餐嗎 像是我跟很多同學都是不太喜歡吃 學校給的菜 我們一定要吃完只能剩三分之一的量 老師會抽籤 然後抽到號碼就得乖乖的去給老師吃菜 就是做完之後 它會在裡面悶一段時間 那食物就會變得更濕更軟 就更不好吃 像那種茄子啊 南瓜 這些大部分的人不喜歡吃的東西 那在統餐裡面就會剩得非常明顯 而青春發言人訪問了無數學生 我們竟然找到了一位喜歡學校營養午餐的同學嚴家 我們來了解一下他們的營養午餐 到底有什麼難題 而又為什麼可以做得那麼好吃 我們是自辦的 所以我們學校的那個三菜一湯所有的食材 都是只供應給永慶高中的學生食用 葷食的話是一千一百五十個人 然後素食的話是三十個人 通常我們青菜都會用汆燙的方式 像雞肉的話要拌炒 沒辦法說一次一鍋就下去 一定會分兩三鍋下去料理 因為一鍋的量實在是太大了 這個對廚媽來講是很大的職業傷害 調味的話 沒辦法說一次就調到想要的那個味道 我們都會先稍微調一下 然後試一下味道 如果味道不足的話再會慢慢加 這是我今天喜歡吃這個 然後它這一道菜裡面還有那個玉米筍 我很喜歡吃這道菜 我們國中的時候 菜的部分會比較不新鮮 我有吃過一次是酸掉的 那像高中的話 菜色就比較多樣 會變化 很新鮮 吃起來很好吃 為什麼營養美味跟玉帥這三件事情 不能同時兼顧呢 我們接下來就請三位來幫我們排名一下 我第一個考慮的是 玉帥 你要先有辦法附和它 你才有辦法吃 不然要是你吃不起的話 那些什麼美味啊 營養都沒有辦法再進行討論 第二個我會考慮的是 就是美味 你覺得好吃的話 你才會想要去吃它 我的最後一名排的是 營養 通常不會去考慮一個東西 它健不健康 或是吃了會對我有什麼影響 美味很重要 所以我把美味排成第一個 我覺得如果不好吃的話 你不會享受 那幹嘛要去吃呢 再來呢 我認為營養第二種料 因為如果你都吃一些垃圾食品的話 會對身體是不健康的 也不能長期去吃它 那之後我才會考慮到預算 食物不是我要付的 是媽媽會幫我付錢 所以我就不會去想說 貴不貴我要不要吃 我就是以美味為主 之後再說預算 我第一個是排美味 午餐都是自己煮的 所以我們一定會選擇 自己喜歡吃的來去做 準備跟搭配這樣 第二個是預算 因為現在是用附母車 所以我們會選擇比較便宜的 那第三個的話是營養 我剛剛跟薇凡一樣 就是我會覺得我們現在還年輕 所以還不需要考慮那麼多 等之後就是 我可能需要注重身材 或者是營養的時候 再去做考慮這樣 那你的營養午餐都吃些什麼呢 你覺得好吃嗎 歡迎在底下留言 跟我們分享更多 青春發言人 我們下次再見囉 拜拜 字幕志願 非常地 感動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